求众生都成佛 我们这个不是有欲望的求 这是为了众生 那这个呢 这个叫发菩提心受保安在戒 不得了了 再念一次两百万劫 富贵自在 所以各位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没福报 所以因为你要持戒 不失让你有福报 守戒律才不会破掉 不然你不守戒律 那个福报就低调 然后又加上生气脾气不好 然后就一直缺动缺席 所以我们出家人为什么叫福田 如果一个出家人能够守戒律 你请出家人吃一顿饭 超过你请世界70一个人 吃一顿饭的功德 因为他持戒律 那如果各位 你能够发菩提心 今天不是为了个人解脱 而持戒 发菩提心 部分在家出家 谁倒给你一杯水 谁都要发财 所以各位要做众生的福田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出家 因为我们爸爸妈妈给我们这么好的生命 我们好好的来修行 爸爸妈妈福报很大 所以中国人初一十五守栽戒 就是说各位以后初一十五 你要为爸爸妈妈 现世父母 妻世父母 历代祖先 所以你要那一天吃树又不是 这样 那是一种非常好的孝顺 所以我每次碰到外国人 他问你 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吃树 我不会讲说为了健康 什么 因为这个理由他们都知道 因为我为我爸爸妈妈给我身体 所以我用吃树 然后来感恩他们 希望他们健康 他比较容易 他觉得很好 进一步我为往生的爸爸妈妈吃树 然后从嘴巴吃树 变成心理吃树 那今天不生气 没有欲望 行为不去伤害众生 这个才是真正的 Vegan 那你要透过他们流行的吃树 来引导他们的行为跟心态 他们也会接受 这个不是宗教 所以昨天我们李世雄 安排我们去印度教 一个吃树的印度教 透过这个吃树 来告诉他们这种 慈悲的道理 那慈悲从哪里来 来 众生都是父母 对 所以我们要修很好的功德 来感恩我们的父母 修很好的福报 来感谢所有众生父母 念一下 献世者消灾 往生者超度 好不好 所以各位 中国人在这个世界重不重要 重要因为 华人懂佛教 特别懂大乘佛教 所以一个华人懂大乘佛教了 待在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就可以进化 所以佛陀说 这个世界 十六部周 还是超过地球几百倍 一个部周 只要有一个阿罗汉 待在那边 那每一个部周 就可以安定 所以佛陀要求 十六阿罗汉 不能入涅槃 后来又加了后面这两个 十八个 留在这个世界 只要有阿罗汉 待在这个世界 他辞戒了 那那个世界 这种毁坏 会减低 会有福田 那只要有人 真实的 法菩提心 然后去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 我们伦敦有很多菩萨 去瀑木做严供 要去帮助老人 要去祝念 希望大家能够 让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不但你自己 得到很大的快乐 休业 又能够造福人群 因为这个世界 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你身上有癌症 那你不用怕 我守八万灾结 七天 那我又去吃素放生 那你会发觉 你再去有医生检查 他说不再发作了 然后你再守个几天 就做善事 医生说 你的医生是谁 你跟他讲 这个了 那佛陀 医生最好用了 所以我以前被检查 我的不知道是胆 还是哪一个内部 有1.3公分的 医生就很紧张 因为他是我的一个 很好的信徒 师父 停止作业 停止作业 准备开导 我说我现在也没办法 但是 他说你都不紧张啊 不是不紧张 那这个本来就是假的 生死都是假的 我们在 就算紧张也不会让你知道 不能表现出来 因为我是修行者 对不对 然后他说他不行 你无论如何 你要一两个月 我说没办法 我要出国 然后你一定要回来 想办法 然后我就开始修行了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做提神 今天也教各位 面包捏一捏 对不对 回向给冤心寨主 然后把这个 冤心寨主本来附在你身上 在吃你 你用这个甘露食物 布施给他 他就附在上面 然后也偿还业障 把它烧掉 布施给吃 就我在去检查的时候 回来三个月 他找我一定要去 一检查变成0.3 对不对 他说师父这 为什么 你用什么方法 我教你 去买一条图式面包来 所以各位 真是如此 我的妈妈得癌症 因为这样我出家 她好起来在现在 三年前开始 我的大哥又得癌症 色腹腺癌 脑癌 眼癌 那个已经没办法开到了 要死亡了 很痛苦 要先瞎眼再死亡 那我们回向给他 我又教我哥哥 这些方法 他现在好起来 他完全指数0 以前不理我的 现在只要我在台湾 他就乖乖坐在那边 对不对 而且人变得年轻十岁 很好 因为我实在是 太多的证明 但是我也有失败过 我们有一位高雄的菩萨 很有福报 又漂亮 又有钱 到处闲世界 照佛像 后来得了癌症 得了癌症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他真的很忽耻 我就说 那你就守八观摘戒七天 他说我干脆出家 好啊 他就真的理光头 他老公说 赶快 你只要会好什么都好 就短期出家 短期出家 他就像出家人 没有跟他老公睡在一起 因为他外面房子多嘛 自己睡在那边 两个月以后 检查医生说 完全正常 气色变得很好 结果这样 他老公说 那你可以回家了 回去 我那时候 你们要吃素 回去没办法了 应酬 因为事业大 又开始应酬 吃肉 打麻将 不到两个月就死了 他们老公就用一个漂亮的相片 叫我们去给他拜拜 哭啊 各位 失败并不是佛法失败 是他退转 我给他讲说 你现在留的命健康 不要吃肉了 你这么有钱 开两间素食店 自己吃给别人吃 干嘛 又去喝酒吃肉了 但是 也有失败的例子 但是我就觉得 各位 我们佛经讲了 你绝对要相信 百分之一百 所以受包管在界 有信心的去点灯 放生 不失食物 那你就可以 虽然你没有生病 但是像各位 我们今天 受包管在界 来 所有功德 回向癌症病患者 回向业障者 回向重病苦者 回向忧郁症者 以苦得乐 回向三恶道众生 升天升净土 我们自己有不堕落 地义鬼道 畜生道的福报 我们才可以帮他超度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 你持戒 那 功德 一直得到 一直出家 那是各位 持戒 那你就可以帮助他 如果你自己 没有那个功德 那你也帮不了他 你只自己 没有福报的功德 你怎么帮助贫穷者 脱离贫穷 得到富贵呢 所以这个叫 知道八观在界的功德 不是为自己 然后我们 努力精进的修行 希望这个功德 来 回向非洲 回向叙利亚 回向有冲突的地方 回向有灾难的地方 回向所有难民 离苦得乐 所以 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他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修行 再加上你给他 一块钱 那你这个一块钱给他 他拿到你这一块福报 会改变了 就有很多的祝福会给他们 所以我想 佛教里面要告诉我们 原来你点亮了 你自己亮了 来 你亮起来 世界跟着亮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手包完再接 重不重要 重要啊 英国总理都要来谢谢你 如果我是 但是我就搬你 我荣誉公民啊 你们只要在我英国 每年守两次八观再接 就让你马上有Visa 你不要喝饭了 你要注明我有八观再接 但是可惜他不是佛教徒 但是如果在不丹就不一样了 我们不丹是佛教国家 像我们常去那边 国王都要来见我们 跑到饭店来接见我们 很帅的不丹国王 太太又漂亮 最近又生儿子了 因为他知道 哎呀佛教徒 你们来做这么多功德 我们去不丹放牦牛 捡大佛塔 盖最大的联石像 帮助那些佛学院 所以国家非常欢迎 签证费免了 不然不丹一天要 两百六十块美金 不是一次解决 一天两百六 两边五百二 三分之就给他乘 你住十天 住得越久 签证也贵 为什么 他就不希望大家去 去了污染他们的地方 外国人去那边抽烟 他们的年轻人 就学会抽烟 不单的路边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 樱树的 麻菲那种花 路边的野草通通是 我们老外知道的 各个拿来搅 都是大麻 所以那是他们就希望 保持佛教的传统 好 那各位这样了解了 二十一页 中间 尤其八次跟灾体 共相支持 又名八知灾法 须知灾一名戒 事实上 持灾持灾 外面写个持灾犯 那是戒 佛所自定雇 戒一名灾 那怎么持戒 怎么守灾呢 其身口 一山也故 所以各位今天 第一个身体不要有不好的行为 杀身 偷盗 邪淫 碍染 所以身业齐则无惠恶 口业齐则无诸过失 各位无论如何 你平常都会骂人 都会讲是非 今天千万不行 好不好 因为灾界圆满 今天有人打电话 跟你做生意 你不能跟他讲话 明天我才骗你 今天我不骗你 因为今天我手 报关灾界 所以要如此 所以今天口业齐 就代表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不讲没意的话 心业齐则无烦恼 那今天无论如何 各位要控制好 不贪心 不生气 不愚痴 不傲慢 不怀疑 嫉妒 时间短 但是效果大 所以心业齐则无烦恼 猪肉业因 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 简不简单 你平常都在杀猪 你平常在杀牛 你这个人的职业是小偷 但是你今天暂时 请假一天 好好的受戒 所以我们都在监狱传 监狱那些死刑犯 他们都在讨论 死了要怎么办 死了会不会痛苦 死了会去哪里 特别华人都相信 死后有地狱 他们都会怕 但是我们都告诉他 没有问题 你只要守一天把关灾界 就算你明天 继续要杀一千头猪 你明天要去暗杀别人 但是你守一天 把关灾界的功德 就会让你七世升天 七世不堕落伤恶道 等你福报想完了 你再下地狱 但是这有什么好处 那我七世之内再去修行 那不是解决了吗 我七世之内就能够消业障 中了这个因缘 所以把关灾界很慈悲的 所以我记得我一次去 有一个地方 那边都是很多女人 为了生活 在陪男人睡觉赚钱 一个乡下 然后我们就 因为那边是军队的 军队的地方 那有些女人没钱 就是陪这个军人睡觉 所以我们就故意去那边 传把关灾界 然后就请那些女生 给他敲门 今天不上班来寺庙 请吃饭好吃的 事实上越命苦的人 越喜欢拜拜 越喜欢拜拜 今天那个男师傅长得不错 来看看 没办法的办法 那时候我还年轻 然后就几个来了 然后就受八关灾界 非常快乐 他们受他也会哭一哭 但至少他就恢复清静 明天他不得不还上班 但至少他下辈子就升天 所以各位八关灾界 真的很慈悲 而不是说你是不是佛教徒 跟你是不是佛教徒 没关系 所以我讲完一个故事 我们就继续念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个国王叫普达国王 他年纪轻轻 二十几岁的时候 国家就国富名强 虽然他国家不大 但是国家很有钱 很安定 天气特别好 那个时候有人就 很羡慕这个普达国王 就问佛陀说 佛陀 以你的神通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普达国王 上辈子做了什么大的功德 今天福报这么大 整个国家这么圆满 而且他又年轻又帅 大家都很尊敬他 然后佛陀就说 我老实告诉你 普达老国王 他还没有往生之前 我有一次来传八关灾界 老国王也来参加了 那老国王是为了福报来的 因为他没儿子 还希望来世升天 那个时候国王来 就有小奴隶 小奴隶叫植盖 什么叫植盖 就是他站起来 不能超过国王的膝盖一样 也要经常按摩国王的脚 也跟着来了 所以国王坐在那边 受八关灾界 那个小奴隶 也在按摩 跪在那边 然后他也一起受八关灾界 因为如此 国王回去没多久 皇后就怀孕了 然后但是那个小奴隶 他因为回去以后 有一天无病而中 死了 脱离奴隶的国报 投胎做国王的独身子 因为他手八关在这一天 那国王也满怨了 小奴隶也脱离奴隶了 而且那现在就是 他的名字叫普达国王 所以普达国王 是一个小奴隶来投胎的 但是佛陀跟众弟子说的时候 你们千万不要去跟他们国家讲 除非他有善根 有善根的人 小奴隶都可以变国王 所以各位 受戒律可以改变命运 所以那一天 我们李志雄说 师父要不要传个八关灾界 我说当然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功德太大 然后我们今天手八关灾界 特别就是六灾日 十灾日 再念一次 消除罪业七千节 所以不可思议 然后今天要广修各种功德 然后呢 因为我这次跑了 大概连北爱尔兰 爱尔兰都去了 昨天经过威尔斯 英格兰 苏格兰 通通跑完了 能够跑的魂牧也跑完了 跑不到的就下回再来 但是无论如何 就积了很多阴影 当然不可能一时超度 但是至少可以超度一半 我们都会把背 今天魂牧超度了几成 但是无论如何 一定有很多没超度 所以各位今天你认真一点 拜托你了 不然晚上会给你敲门 我还没超度呢 当然我这样不是这个意思 慈戒的没有人会干扰你 但是我们要那个 念一下责任感 责任感 所以我从小学校 我在台湾长大的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就是说整个国家 那你一个小老百姓 你要有这个责任 去为国家很努力修行 那一个修行者 那你要为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很努力 英国是个老国家 所以感情有一点泛滥 精神病蛮多的 那这些问题呢 那就是因为累积下来的这个问题 累积下来的问题 这些累积下来的问题 靠着我们学佛的人的努力 去净化他们 去超度他们 如果各位知道你今天首八万在街 就超度了至少一千个亡魂升天 你高不高兴 高兴 死都高兴 死也升天 何况不止一千个 二十一页 第四行 下面 所以各位了解了 受八条戒律 身口意 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 秉治前程 内以六念 除了身体嘴巴 守戒律 各位 身口意 所以内以六念 尽其自益 所以各位你的心理 今天要保持这个 无论你平常喜欢乱想烦恼 今天不行 第一 念佛 慈悲导师 念阿弥陀佛 念药师佛 每一个佛怎么帮助众生的 慈悲导师 第二个念法 每一个佛所讲的法 释迦牟尼佛讲 《八大人觉经》 讲《十善夜道经》 讲了《八观摘戒经》 包括各位读了《心经》《普门品》 这些法 法就是真理 空性 大悲 因果 这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叫三世诸佛 佛因为体悟法而成佛 所以各位要 思维佛法 听闻佛法 读经典 第三 念生 这里面生 讲的是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或是这些 慈戒发菩提心的出家人 是我们人跟天人的福田 所以各位 今天你受八万摘戒 别人供养你一顿饭 吃午餐那一顿饭 对方也可以升天 所以我们去供养出家人 父母可以升天 现世者可以福寿百年 所以我们要意念的这些菩萨 这些清净的修行人 他们的修行方法 也供养护持他们 所以以后各位初一十五 你最好供养出家人 供养出家人 伦敦就算少 缅甸 泰国 你就委托别人去送 我们明天要去三昧夜中 里面有很多个出家人 对不对 我们上回供养他们 他们掉眼泪 他说他们从来没人供养过 所以他知道我们明天去 早就准备好了 请供养多一点 免得不够分 因为他们不是伦敦有 另外一个三昧夜中 那边还有更多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 这边有 那边为什么没有 他们合起来有四五十位 那我们会去供养 第四念天 那各位今天 守八万在戒 又布施 保证升天 各位 不要在这个世间享受快乐 那真是浪费 天上的快乐 天上的一把泥土 就超过地球所有黄金 天上的身体的快乐 没办法形容 最短的九百万年 最长的八万大戒 没办法形容 那人间短短的一百年 又苦又病 所以只要你好好守八万在戒 来世升天 尝受安乐 但是我们大乘佛教 不希望去享受快乐 我们是为了成佛 所以念的来世叫什么 来 念净土 无量光 无量寿 那你到极乐世界 要是净土 你一日一夜八万在戒 发愿往生净土 可以得到什么 来 第五品 中品终身 各位 一天八万在戒 你今天不小心 走错路 走到少林世代 你就改变命运 所以一日一夜 众品众生 佛陀的时代有个败家子 就是几孤独长者 最小的败家子 天天去赌博 玩女人 然后钱花完了 就在找几孤独长者 然后他有一次来跟他 老爸老爸 你这么有钱 再给我十万两黄金 我要买什么买什么 事实上他又要去玩了 又要去赌了 他爸爸实在是气死了 后来没办法 他请问佛陀 佛陀他说 你怎么办 我那个败家子 佛陀说 没关系 你让他来 收八万在戒 一天 他说没办法 那你就满足 跟他换条件就可以了 好了 佛陀教了方法 所以他儿子说 爸爸我要十万黄金 佛陀说 可以 明天六载日 你去收八万在戒 收完一天 一天就好 寄一句话回来 佛陀讲了 我就十万黄金给你 这样 这小孩子 我老爸还真好 一天叫我去寺庙走走 寄一句话回来 就OK了 他就跑去了 对不对 跟我们施敬一样 今天又来了 没有了 他是大好人 好 结果他就去了 佛陀有神通 当然知道 他就很认真 坐在那边 一句话 一句话 背起来 结果佛陀呢 就用神通 半句话都背不起来 所以他就 一直不打工 一句话背一句话 他整天就坐在那边 很认真 然后半句话背不起来 这样 也因为这样很认真 半句话背不起来 就是因为一直背不起来 所以他更认真 更认真去思维佛陀 讲每一句话 虽然背不起来 就这样 那一天就震得出国 震得出国 震得出国 在七世就震阿罗汉 因为为了十万两黄金 然后等他 等他受戒完了 回去 他爸问他 你有没有背什么 老爸 我很努力 我只有想到十万黄金 其他我都背不起来 然后佛陀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很仔细想 那爸爸说 那至少你守了 我给你十万 他说老爸 我不要了 开悟的人就不要这个了 震得出国 没有欲望 会守戒律 所以呢 那个时候佛陀就来他家 佛陀说 你儿子震得出国了 他儿子就跪下来 爸爸 我以前错了 震得出国就相信英国 有政治证件 会守戒律 虽然他心里还想要去 去谈恋爱 去赌博 但是他克制的了 叫震出国 有证件 会守戒律 所以他跪下来跟他爸爸说 爸爸 我这辈子让你这么伤心痛苦 浪费你这么多钱 我现在求你最后一件事情 他爸爸什么事 让我出家 结果连几孤独都没想到 到底他后来有没有出家 我不知道 但至少他改变了命运 所以各位今天无论如何 你要很认真 去修行 你就可以改变命运 念天 念净土 改变命运 第六 念戒 清净身心 所以各位今天 无论如何 身口意 这八条戒律 还有六念法 要保护好 所以念戒 这个很重要 今天有一个人 被车子撞了 在冒血 你过去给他按着 我以不杀身戒的功德 回向给你 他血会停掉 如果他业障很重 又停不了 我再以吃素的功德 回向给你 替他发怨 他就会改变 就像我为我妈妈发怨 我也为我爸爸发怨 我也为我大哥发怨 我每次都有发怨 因为别人有什么问题 不是说爸爸妈妈 你就为他发怨 来回向 事情就会改变 所以我不喜欢批评 我不喜欢起心动力 因为火上加火 你去批评对方 没有意义 你发怨 回向给他 事情就会改变 用佛法处理事情 不要用世间法 千万要记住 所以念戒 清净身心 第六念布施 所以各位 我们要帮助 首届那天 各位也要布施 各位现在最好 如果伦敦有素食店 他说一份八磅 五磅 你就交给他钱 然后游民就可以去拿 对不对 他们现在挂牌 我们今天有 五十份免费素食 他们拿完就算了 这样 这是很好的布施的方法 所以我们昨天去印度庙 他们每天中午布施 一百五十份的素食 而且没有充算的 昨天布施了三百多份的素食 所以他们每天中午这样做 一个礼拜 还加一个晚上 让他们来吃素 点点灯 唱唱他们的仪轨 很快乐 这是很好的方法 各位平常 太好了 你只要买个面包 一声往天空丢 那些海鸥会给你 通通来了 你就可以布施给他们 而且那些鱼 普气贫穷 还是嫉妒那些孤魂野鬼 所以外在 各位用八条戒律 约束我们的身体跟嘴巴 第一条 今天绝对不要杀生 不杀害众生 第二条 今天不要偷盗别人的金银财宝 第三条 今天记住 全断淫欲 今天不要有男女的性行为 所以今天要男女分开睡 今天夫妻分开睡 所以今天不同房不同床 今天而已 第四条 不骗人 今天口译少 第五条 不喝酒 把我抽烟今天也不行 喝酒抽烟今天都不行 第六条 今天不爱漂亮 所以女生他们今天不香化 不擦口红 不戴戒指 就不香化阴若香油涂生 包括今天各位 如果天气冷 你要抹那个什么 什么 乳液 你要查一下 有没有动物油脂的 有没有加香水的 像我们都抹什么 凡士林 OK 简直到凡士林 我们去不单 他们所有的家持户 每一个老百姓 就拿一罐凡士林 干嘛 那他们就希望 上市家持这个凡士林 因为他们抹的就是凡士林 这样 他们太阳不单的 那个紫外星特别强 他们就抹凡士林 所以 然后第六 就是不香化阴若香油涂生